听到赵伟珠的名字后 郭德纲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马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这一句我们这一辈 显然是包括郭德纲自己的 这有一个优秀的师傅 是所有相声人最骄傲的事情 就像云和酒香 哪一个不是以有郭德纲这样的师傅为荣 就连老郭也未能成侯耀文先生的徒弟感到荣幸 但是台上的这个捧根却对此不愿多说 要不是斗根的多说了一句 没人会知道他是赵伟珠的徒弟 对此事他表示 是但不太方便透露 郭德纲很是不解为何这么说 直到听完他的解释才明白其中的缘由 在郭德纲说的一句话中 不难发现赵伟珠应该确实没有正式收下的徒弟 这种事情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不好说 师傅没有明确承认过你 徒弟肯定不好向外宣扬 但是郭德纲却用一句高情商的话 让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毕竟别人家的事自己不好掺和 其实一会承认一会不承认的经历 郭德纲也曾有过 只不过性质不太一样 他刚到北京 别人问他失诚何人 他说杨志刚 可杨志刚却申明说他不是 范真玉先生曾在私下里也问过他 但是杨志刚的回答十分耐人寻味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 就是不想认的呗 不许如此 在郭德纲准备拜西河大谷 金文生先生的时候 杨志刚曾经打过电话 给金文生组长 一直在说郭德纲的不是 甚至要求金文生不要收他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做的人让人心寒 金文生先生又收我 杨先生又打过电话去 具体说的什么我没听见 但是从金先生 摩西尼的话里 我听得出来 不会说我好 事实多年 他听到这么多消息 他都能打电话过去说 后来北漂多年 郭德纲终于火了 并败在了侯耀文的门下 整个邓医生 很快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这个时候他又跳出来说 郭德纲背识气 他之所以有今天 是因为自己教导有方 但是侯耀文在采访中 直接回应了此事 所以徒弟不会无缘无故 不认师父 师父肯定也不会 无缘无故 不认徒弟 而赵先生给出的答案则是 我水平太低 不够资格收徒弟 也怕误人子弟 这肯定是谦虚的说法 相声风格有帅卖怪坏 赵贝周则是拥有一个独立的狗派 但并不是贬义词 有能耐这事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为什么不收徒弟 那就是人家自己的事了 那就是人家自己的独立的狗派